為了阻止中共從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罪行 三位美國國會議員日前共同宣布 提交停止強摘器官法案 要求制裁中共侵犯人權的惡劣行為 12月16號 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 在街網站上發表公告 他本人和另外兩位跨黨派國會眾議員 克里斯·史密斯和托馬斯·蘇奧奇 宣布提交停止強摘器官法案 公告說 根據英國倫敦一個國際法庭公布的數據 中國醫生從監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販售 有時是在犯人還活著的時候進行的 這些器官每年的市場交易價值高達10億美元 科頓在公告中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中共已經並繼續強摘中國囚犯和中國宗教信仰者的器官 這項法案將確定並懲罰參與強摘器官的中共成員 現在是該讓北京對這些令人髮指的行為負責的時候了 史密斯表示 活摘器官是野蠻、不人道和令人震驚的罪行 尤其是中共政府殺害無辜民眾 出賣他們的器官來謀取暴力 他還說 器官摘取者和販運者 往往以政治犯或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為獵物 該法案將有助於更有效的揭示這些可怕的犯罪行為 使惡性犯罪者的名字為世人所知 並幫助杜絕這種可怕的人權侵害 蘇奧奇在公告中說 必須對中共黨員的這些罪惡行為進行追責 這個世界無法容忍強摘器官這樣的罪行 知名法學家、中國問題專家袁弘兵表示 法輪功學員這幾年一直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他們出了一本調查報告的書 叫做《鐵正如山》 通過這本書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中共暴政的這個產業鏈 至少是從上個世紀的9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 也有人認為這個產業鏈更久遠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經有強裁 死刑犯器官的罪行了 這項提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授權美國政府拒絕或撤銷非法器官購買者的護照 要求國務院對外國活摘器官情況提供年度報告 這份報告將確認活摘器官的外國責任官員和實體 並對參與會以其他方式支持活摘器官的外國官員和機構實施制裁 就是他直接要追究那些個人的執行犯罪行為的個人的責任 同時也要追究那些參與這個犯罪的機構的責任 當然這都是極其有針對性的也極其有震懾力的 我覺得同時也應該指出 整個犯罪的根源就是中共保證 十幾年來 國際多個機構都曾發布獨立調查報告 證實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器官 向器官移植市場售賣圖利且數量驚人 外界認為 美國國會參眾議員的 制止強摘器官法案不僅能遏止中共的暴行 也將匯聚全球的正義力量 追責與清算中共的反人類罪行 所有參與強摘器官 協同中共迫害人權的罪魁禍首和幫兇 都將面臨法律的追溯與懲治